卡丁车在赛道上奔驰民众刺激体验 不过这辆怎么出现在这 直接冲破围离卡在中间 车身一半在马路上 其他人见状赶紧上前帮驾驶脱身 而前方还有一辆车被波及 被撞的刚好是辆保时捷 就是在7号下午一点多 桃园这处卡丁车场地 一名香港级游客前往体验 没有想到突然偏离赛道冲破围离 正好一辆保时捷经过 保险感被撞断 卡丁车驾驶多数差错伤 索性无危及生命安全 本案后续肇事责任由警方釐清中 驾驶手脚受伤还好人没有大碍 卡丁车场地都有保险 只是这次怎么会冲出场地外 撞到车辆 卡丁车业者表示 当时正好接连两辆车 过按时车速过快 5秒内撞同位置的护栏 才会导致位移 事后会重新检视安全防护 其他交由保险公司处理 而其他车厂根据照片评估 保湿鞋被撞毁 尽管不是原厂保杆 但也不便宜 旧款车是想要有新款的感觉 对 他把它翻抹之后 开了一支给旧款用新款造型的保杆 每个人的风格 那目前的丁子一支大概多少钱 差不多四五万块 航空带料差不多五万多块吧 卡丁车驾驶是操作不当 还是有其他因素还在离行中 只是原本来台湾游玩 体验卡丁车 不料会出状况 TVBS新闻 廖宗庆 施协员 综合报导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